大家好,我是唐粒 卡仕达酱是许多小甜品制作离不开的万能酱料 像泡芙,蛋挞,面包的馅料等等 其实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 屏幕上是四种所需的原料 我会把它们写在说明区里 先来准备两只蛋黄,加入30克砂糖 用蛋抽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时候白糖不一定完全融化,没有关系 加入15克玉米淀粉 用其他任何一种淀粉替代都可以 继续搅拌到没有干淀粉 而且光滑,无颗粒状 接下来加入250毫升鲜牛奶 将它们混合均匀 将混合液倒入锅中 先用中小火搅动煮开 然后转小火,像这样不停的搅动 这时候蛋奶糊会变得越来越浓稠 一定要快速的搅动,防止糊底 当滑开,可以溅到锅底 就快好了,继续快速搅动 直到变得细腻粘稠,基本不流动的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关火,将它盛出 冷却后用保鲜膜,贴着酱的表面覆盖 放入冰箱冷藏,随用随取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喜欢就赶紧收藏吧 谢谢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